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罗仔孵化池 天意把罗仔全部孵化出来 这也是一项新技术新突破 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效果 罗仔多不多 是不是 这边的罗仔多不多 看一下我们的罗仔孵化池 那你们又长得近似 什么是高手 这就是高手 这就是我们的天罗孵化池 进水流水都很大 给你们看看 随便拿一个筐子 这上面的罗仔是特别多的 哇 这个更加多 给你们展示一下 免得里面不相信 这是我们天意把这个罗仔孵化出来的 这个 随便碰着碰到罗仔 我怕真的把它割掉了 对吧 这罗仔多不多 好 那个 当这批罗仔孵化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现在要给它 转移场地 要转移到那个 转移到那个 那个稻田里面去了 这样的话就增加了产量 这里的话 暂时只是过度 哎呀糟糕 把这些 转移到稻田里面去 每个都是你看 每个都是这个罗仔 超级多的 好 现在我们再转移场地啊 把这批刚复化出来的那个小仔 要全部转移到那个 稻田里面去养 然后等把这转移到稻田之后 这边的水果框 又要放在这个孵化池里面 让它趴在这里 然后又再转移 这边是我们的抹罗啊 抹罗之后 产完仔之后 我们再惊养 惊养之后呢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 一会让它产一匹 再让你们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这个罗仔 哇听到没有 这边也全部再慢慢的掉下去啊 这个千万别掉掉了 在那太伤心了 你看啊 这有密集恐惧症的人 肯定是不敢看啊 不满大家讲啊 这些技术都是我们 手把手 用花时间去摸索出来的啊 我敢说像这种 新把小仔复发出来啊 然后这个水果框 这个养的模式啊 我敢说 现在目前 全世界就只有我一个啊 第一次 第一次尝试 而且尝试的这么好啊 你看 这才几下罗仔 对 所以说 嗯 嗯 那个技术啊 都是前辈一步步摸起来 哪里那么说 一步到位的是不是 所以说 没有免费的武畅 你要说 养田螺简单吧 确实对我们来说很简单 但对你们信息来说 真的很难很难 目前这个 水果框养田螺的这个技术 还没有外传 因为它这个 怎么讲呢 技术还没有那么百分百的成熟啊 这个都还是绝密啊 只是告诉大家初步一下啊 你看 这个螺马上要掉了啊 这个 因为它吸附不了多 你们仔细听啊 这个螺有些吸附不紧的 全部掉到桶里面去 这个没关系 这个是我们要转移的了啊 你看这批螺子 我给你讲一下 这种螺子是刚产出来 没有几天的啊 这种啊 马上掉了啊 这种大一点呢 大概是有大概半个月了啊 撕了冲子 这种就是刚产出来的小仔啊 明天你们不知道 什么是田螺的小仔 什么是福寿路的小仔 这个小仔 鸡很喜欢吃啊 就是我家这个鸡啊 只要掉下去 鸡全部都吃掉了 所以说我们贴旗要小心啊 嗯 到底能不能成啊 这个水果框养田螺 那么期待我的后续吧 现在我们把它转到磁场里面动去啊 因为这个框子养起来啊 现在我们已经把一部分水果框 已经转到我们的磁场去了啊 然后给你看一下 为什么叫你们小心翼翼的啊 你看这个车子运输 这个下面有多少个螺子 全部掉下来在这里 所以说这个我们还可放到田里去 你看这个桶里不知道会掉出多少 这个螺子啊 至于怎么放到到田里养的话 这个还是保密啊 后续会告诉大家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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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